大家好,这一期跟大家分享鸡子花 在这个12月份气温足迅的沙降 我们养鸡的鸡子花一定要停止一个动作 那就是给它修剪 这时的鸡子花我们千万不要给它修剪 如果这时给它修剪的话 明年就没有得花欣赏了 明年就不会开花了 那么在这段时间养护的话 我们主要的就是把它的鸡株养好养状 能让它提高抗性还有抗病能力 让它很好的夜冬不会出现动害的现象 那么让它继续养分兜了 等到春暖花开的时候 它就不断的冒出新芽 就会不断的冒出了花苞 那么这时给它试用什么肥力 才有利于它储存的养分兜呢 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给它试用一些 有机肥是比较好的 因为有机肥肥力比较温和 而且它释放的也比较慢 因为在这个冬季 居足花的生长速度比较慢 所以肥力温和了 才能够让它慢慢的吸收 不会允许肥害 我们使用农家肥的话 一般有鸡粪还有羊粪 那这些羊粪呢 它是经过风干腐所好的 而且呢没有任何的异味 它里面所含的大鸣甲原素 还有一些纤维素 都是比较全面的 只要在盆土表面 给它埋上这个羊粪之后呢 就会增强抗性还有抗寒能力 因为这个羊粪呢 它热量比较高 可以抵消一些寒冷 会减少机肥花出现冻害的一个现象 使用的话就是给它 预浅埋的方式 再给它回一次薄薄的土壤 那么经过浇水之后呢 它就会快速的分解 但是呢在这个冬季 我们给它浇水也不能 直接用自来水给它浇灌 在北方的自来水 含的减性比较高 极竹花又是一个典型的 取酸性花卉 所以呢直接给它浇灌的话 就会影响极竹花的生长 在浇水之前 把自来水给它调节下 这样的话就不会影响 极竹花的生长了 在给它浇水之前呢 可以给它加入一粒 就是这种微生物 精进一恩负而原液 比一千的比例 在这些微生物的作用上 那么这个羊粪还有土羊里面的一些 营养物质腐质剂剂 快速的分解 能让这个极竹花快速的吸收 它就会抵消一些寒冷 或者也可以提高抗性抗寒能力 好了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 在这个12月份 我们养局极竹花的话 千万不要给它进行修剪了 好了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